哇塞! 開始了! 大家好,我是亞美將 今天亞美將到了Nakomano 哇,你現在聽到我身周圍的聲音 就知道我在哪裡在一個很Local的市集 可是這個Local市集呢 根本就是跟一般的很不一樣 為什麼很不一樣 因為啊,我靠近你知道 我又是跨一個劍步 我就可以到寮國囉 今天呢,在晚上會有一個非常盛大的節慶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人 超多人的啦 然後這樣的節慶呢 就是會在10月左右的時候會出現 就是來參加火船祭 我好喜歡聽到這種很當地的 泰國東北的音樂喔 好有那種氛圍 然後呢,好啦,回到我們正題 火船祭呢,就是因為 顧名之一就是 船上面會有火 而且它那個船啊,下面是 會有一點一點的用玻璃體 然後去裝著汽油 然後等到呢,時間到的時候 就會把我點在裡面 然後就會亮的起來 我一開始還覺得說 欸,是不是是LED燈啊 來,我帶大家秀一下 就這裡 在我後面這裡 對不對 那邊就是跨一個劍步就是寮國了 然後,剛剛後面那個船啊 就是用竹子建造成的那個船的形狀 他們有一小點一小點的那個就是 火 就是那個坪中火 所以你可以想像 在那個湄公河這裡的河上面 然後晚上時間一到 那個船就這樣 會有多熱鬧多壯觀了吧 好期待喔 雖然現在天還沒黑啦 那不過呢,我覺得這個很棒的是 在活動開始之前呢,就有很多市集啊 然後就可以買買東西啊 吃吃東西啊,逛街啊 而且啊,像你看這邊的 超大隻的 雞也超大的 然後現在人也超多的 看起來很過癮耶 然後我今天 因為在離吃晚餐還有一小段時間 我想要在這條街找一點小吃來吃 我很喜歡吃的是 賽公伊山 就是太北香腸 最好是裡面有放冬粉的那一種 我好想吃它 因為我這幾天來都沒有吃到裡面有放冬粉的 所以待會兒如果看到 我一定要來點來吃吃看 那這邊呢,也簡單跟大家就是 介紹一下這樣的市集 是什麼樣的氛圍啊 然後賣哪些東西吃啊 然後跟當地人混在一起的感覺 真好 我覺得我真的很興奮耶 雖然我還蠻常來泰國的人 可是我只要有機會跟泰國朋友們 就是一起相處的話 我都會覺得 嗯,就是很開心 而且上面有一個那個 哇,氣球飛掉了 小朋友一定哭慘了 原來這邊就是 靠近河的這邊已經有座位了 就是大家已經開始在那邊站位子了 現在時間差不多是五點多 那據說好像是晚上九點才會開始有那個船 這樣走走走走走走 可是現在五點多就已經有人開始在排隊坐著等 今天天氣還算不錯 因為有風涼涼的很舒服 就是也沒有流到太多汗 那你可想的自己就會覺得說晚上有多壯觀 而且是晚上九點才開始喔 現在五點多就那麼多人了 好期待喔 你看我身後那麼多 哇 嗯 雖然我之前很想要去郎開看那個 呃 呃 呃 火球 可是呢 我沒有機會去 可是我現在身後的人都坐滿了 那種感覺好像我也已經到郎開的感覺 可是郎開 呃 跟 呃 應該也是一樣的感覺 大家都會坐在後面啊 然後 一直等待就是那個 河上有什麼東西的感覺 啊好期待晚上會發生怎樣喔 我看到我的 賽宮伊山了 登登 它是有喔 裡面有紋扇的 呃 呵呵呵呵 好開心喔 來我先吃一口給大家看一下 我要是站在店家前面好 在不妨礙店家做生意的前提下 在這邊吃 哈哈哈哈 好好吃喔 它這個皮有認真的在烤耶 它的皮是好像真的耶 所謂真的的原因是因為它烤得很酥脆 然後你咬起來會有點黏牙的 就代表它那個糯米啊烤得很酥脆的樣子 好吃 嘴巴卡 嗯 嗯 呵呵呵 好可愛喔 走吧 好嗨好嗨喔 太好玩了 然後這邊不只是市集喔 就是也有小朋友的遊樂園 登登 然後還有這一個摩天輪 超好玩的 可是為什麼小朋友玩就玩 還要放那麼自趣的音樂很好笑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超好玩的啦 小朋友都玩瘋了 我還看到一個超瘋狂的那個 哈哈哈哈 我知道大人能不能坐 算了算了算了 來了來了 打了 哇塑 哇塑 我必須要說回我今天說 泰國人在5點多的時候就排隊這件事情 是真的要5點多就在排隊了 因為現在大概是8點多的時候 已經就是超級人山人海了 真的是人太多了 這些人哪裡來 當然是泰國來的 好啦 現在就是在等船 我以為船會很快的咻咻咻 沒有船隻非常的慢慢慢慢 然後這樣子流流流流流流走過去 然後你現在看到那個河上 都一點一點一點的應該是 我不知道是什麼耶 好特別喔 來了來了 終於點上火了 現場開始躁動了 反正大家很安靜的 現在大家一起走啊 哇賽 開始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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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機器蓋到了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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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這麼快就結束了 喔 哇塞 那個船有在動 可是是動得非常非常的慢 真的很慢 你看 好 我們等一下再等它過來一點 再拍清楚一點給大家 哇塞 越來越近越來越近了 然後仔細可以看到一點一點的那個東西呢 就是 剛剛我前面有說的 是瓶子 然後裡面是裝的火 真的火喔 好漂亮喔 然後後面呢 也有一些 正在 前往的 對 看起來很像 紙張的樣子 很抱歉 我們拍這個影片 因為就是人來 人山人海的 所以就是 有點困難 請大家多見諒這支影片齁 不過也要想到是因為我們用了 我們站了很久 終於有這個照片 這個影片 謝謝啦 好的 我已經看完了那個火傳記這個活動 然後我的心得是 人真的很多 如果你有機會來的話 我希望你在下午5點多或4點多 早一點來佔位置 不過佔位置也有可能就是 你要提前訓練你的體能 比如說你的膀胱要帶子很大一點 因為可能你要起來找廁所或是幹嘛的 就是比較會有點麻煩這一點 那再來一個呢 就是在一些 位置啊 空間方面 你自己可能要 訓練自己一下這樣子 好啦 那今天希望呢 我介紹了這一個 呃 希望我今天介紹的 這個火傳記 給大家呢 希望大家有一天也可以來到這裡玩 我覺得這邊就是真的還蠻好玩的 而且就是很特別 因為它這個文化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很新鮮的 我相信如果沒有來過的人 應該也是有這種感覺 那 那 呃 今天就大概介紹到這裡 那如果想要知道呢 壓美講阿泰國更多的資訊 請記得訂閱壓美講YouTube跟本師團喔 掰掰 掰掰 泰國東北部太好玩了 我腳站得酸死了